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丽 今天我们来玩一款比较特别的游戏 游戏名叫Recarneted 转身 但它的原名应该是这个 Opulus Nest 这号称是一款斑斑幼儿园的粉丝作品 因为一些原因 作者不得不下架再上架 也因此取消了原来的名字和封面 刚开始我以为啊 这原作就不咋地了 粉丝作能做成啥样呢 但是我没想到 这个粉丝作在感官上 比原作要好太多了 也难怪叫转身 干脆叫重身算了 进入游戏 我们出现在了幼儿园的大厅里面 这款游戏使用的是虚幻引擎 所以整个画面比原作是要好多了 墙上斑驳的血迹 感觉还挺有氛围 这些海报的制作水平也是非常之高 你看这鸟格 眉清目秀的 特别是这里的这幅壁画 十分的有诡异感 这才像红色恶魔嘛 我们在食堂里面 可以找到手电筒 这个厨师 Jumbo Josh的立牌 也是十分的可爱 在这里可以找到钥匙卡 还有一页字体潦草的笔记 这是本幼儿园 唯一厨师写下的 他说幼儿园 让他扮成Jumbo Josh的样子 每天给孩子们做饭 做的还都是一样的饭菜 他十分担心孩子们的健康 他抱怨着工作的不顺 流露出了对管理层的不满 这是一个伏笔 我们用钥匙卡 可以打开储物间的门 在这里可以得到钥匙 这个熟悉的无人机 就这么静静躺在这里 这款游戏中根本不需要它 确实 原作中这个无人机的设定 非常的令人迷惑 所以这算不算 是对原作的一种嘲讽呢 接着我们打开门 朝着黑暗的走廊走去 尿哥出现了 就扒在门上默默地看着我 这里的场景很是熟悉 正是原作第二章中出现的教室 我们来到旁边的这个游乐场 这里正是Opila的巢穴 当我刚踏入这里的时候 十分欢快的BGM就响了起来 似乎这个音响就在我的头顶 根据这里的提示 我需要给鸟哥找到他的六个蛋 就跟原作的第一章一样 找蛋的过程没什么好说的 在欢乐的游乐场区域 一共可以找到四颗 把它们放回鸟巢之后 继续寻找另外两颗 剩下的两颗 需要钻过眼前的管道 这狭窄的地形 再加上身后渐渐远区的BGM 总有种让人离开安全区域 进入危险区的即时感 你别说 这作者还是挺能把握玩家心理的 在这里又分出了两个岔路 第一条管道的镜头 是一幅奇怪的壁画 上面画的是许多的眼睛 十分的诡异 我们先拿上蛋 在地上可以发现一张纸条 是鸟哥的肖像画 很显然这是孩子们画的略显可爱 另外一条管道 刚进来我就发现不对了 这是一双眼睛 没错 是鸟哥 它又在偷窥我了 这里的镜头写满了漂亮的小鸟 估计是鸟哥写的 还真是只自恋的小鸟呢 拿上这里的最后一颗蛋 我们就可以回去交任务了 回到欢乐区域 那真是松了一口气 交完任务 可以获得一把螺丝刀 打开这里的通风管道 我们就可以前往下一个区域了 当时我还以为 这里会有一场追逐战啥的 没想到 我是直接跌到了下一个区域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头顶上面的管道四通八达 根据跳跃平台上获得的情报 这里底下也是一个大坑 似乎没有尽头 而高层想要把坑隐藏起来 不想让人知道 看来在设定上 这款粉丝座还是延续了原作的 我们在这里跳过几个敷衍的平台 继续钻进一条通风管道 管道的尽头是一个昏暗的房间 但我刚刚钻出来 鸟哥就来了 前方高能 这个鸟哥的风格 感觉比原作更加黑暗 挂掉之后的画面是这样的 此处插入文本 好家伙 这是真嘲讽啊 那么我们重来 完成这场追逐战 这里的场景怎么说呢 有点后世的感觉了 还真有点慌 最后终于来到了出口 但我刚想去按开关 Jumbo Josh出现了 可以发现 这是一个红色的骷髅 穿着厨师造型的皮套外衣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 之前唯一厨师留下的纸条 莫非里面的这个骷髅 就是那位厨师 游戏到此结束 作者在最后说道 他花了一周的时间 临惊艳完成了这款游戏 虽然他号称是粉丝作品 也号召大家支持原作 但我感觉 这款游戏真的是充满了嘲讽 这是这款游戏的第一章 根据作者的说法 现在已经把精力 转投新的项目去了 大概率不会再更新 这还真是可惜啊 所以大家就当看个乐呵吧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 谢谢支持 那么我是阿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